好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去年为止的年薪排行榜 看看有没有你心目中的动漫作家呢 那首先是第十二名 诶 为什么要从第十二名开始呢 没错 因为第十二名就是我们的 Slam Rang 惯狼高手的作者 锦上雄艳 那我们排行接下来过半数啰 大家觉得还有哪些作家没有出来呢 是不是越来越紧张刺激了呢 好 那我们公布第五名 每个小孩的必经之路 Doraemon 就是我们的Doraemon 他真的是陪伴了我整个孤独的童年 我小时候在日本看了很多讲解科学啊 讲解宇宙的书啊 还是学英文的书 还是学作文的书 还是背成语的书 任何我都是买有Doraemon的 每次去书局我就可以在那边看一整天 看要买哪本书啊 我真的是超级超爱这部作品 Doraemon 虽然现在没有了 可是小时候真的是疯狂的在收集他的周边商品 每次在日本有Doraemon的特别节目 而且呢还是第一届首种智慧文化上的得奖作品哦 是很值得纪念的第一届 得奖者就是Doraemon 非常的光荣 那他的影响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他是在1996年的时候过世了嘛 而我是1992年出生的人 可是呢却受了那么大的影响 还那么喜欢他 还有现在的小朋友也是哦 所以呢虽然人过世了 但他的作品是永远活在了人们的心中的 那真的是个很伟大的作品 而且这几十年以来 他的人气呢不曾下滑过 这是他非常厉害的地方 那接下来第四名 也是到现在还很人气的 游戏王高桥河西 台湾人我好像比较没有遇过大人有在玩他的卡片 但日本超多的 而且很多粉丝都是大人收集他的各种卡片 甚至呢有一张卡片被喊价到一张好几百万的 那他的单行本发行数量超过4000万本 还有他的卡牌啊周边非常的热门之外 版税周边商品营业就被推估年收有6亿元 太厉害了 就说他的房子非常的豪华 是个超级有钱人 好接下来要公布我们的签三名了 那接下来精彩咯 刚才的第二名是6亿元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一到第三名突然从6亿爆涨到14亿八千万 也太可怕了 到底是谁呢 第三名就是我们的万年不败作品 Dragon Ball 七龙珠的鸟三名 那其实他在七龙珠之前的独撒slump 我是在日本的时候也很爱看很令人怀念 而且他全世界受欢迎的程度实在是太夸张了 版税家周边就被推估了近15亿年收 太厉害了 最后压轴接下来要公布第一二名了 大家猜猜谁是第一名呢 还有谁没出来 那我这两名就一起公布了 因为这两个真的是不分上下 好第二名就是这个鼎鼎大名的 One Piece 海贼王的伟天荣一郎 第一名是近年突然爆红的 鬼灭之刃的五恰乎世琴 那念恰的样子 什么竟然海贼王输给了他吗 好先等我慢慢一个一个说明一下 不要紧张了 首先呢海贼王在35个以上的国家发行 他的累计发行测数 竟然高达三亿两千万本 这个数字是创下世界最多 所以因此有得了世界金氏世界纪录 真的超级厉害的 那这个伟业真的恐怕是没有人能够超越了 大家应该也很好奇这种等级的老师他画一张漫画稿 到底可以领到多少钱呢 那我们就从原稿、版税、动漫播出、电影的四个部分 来揭晓着我们计算漫画家们的薪水 那出版社与漫画家的契约都是非常的机密的 但是在2013年的时候 日本综艺节目有推算出 这个韦田荣一郎的年收入约为31亿 天哪 那首先要骂画原稿一张的价格 就要看每一个老师的人气程度而有所不同 那据说如果已经到海贼王这种等级的老师 一页的原稿是5到8万元日币 那一周呢会画20页 就大概会有100万到160万日元 而一年的发行是算48周 所以呢在乘以48就光是原稿大约就可以推算有4800万到7500万日元 再来第二个版税的部分 虽然每一家抽成可能有些微的不同 但通常会以不含税原价的10%计算的样子 据说海贼王加上海外的单行本 每年的发行量高达3300万本 所以呢抽版税 我们算一本是44元日币去计算 那就会有14亿5000万元了 那再来呢第三个动漫播出与第四个电影收入都是属于原作使用费 那但这个呢就意外的便宜咯 CP值很高 动漫播出一集是30万日币 一年约被播放50次 那大约就是1500万元日币了 那电影呢则是一部100万元 非常的低价划算耶对不对 所以呢做海贼王的电影 只需要给作者100万元日币的使用费 那我想应该是因为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行销 所以价格就不会太高 但是真的是便宜到令人吓到 而跟动漫播出电影的这一种固定薪资相比 周边商品的使用费会依照营业额等比例增加 所以漫画家特别赚的是这个周边商品的部分 日本节目的业界人士也透露 海贼王的周边商品的畅销程度做的大概可以有15亿的进账 那揭晓了这么多新知迷迪 海贼王这么厉害 第一名的鬼滅之刃呢 到底又是怎么超越海贼王的 鬼滅之刃他是2016年连载到2020年 而他是在2019年被做成动漫之后大爆红 还一度所有的书店畅销排名的前几名全都是鬼滅之刃的作品 造成了非常强烈的社会现象 那我感受非常深刻 这一部的受欢迎程度真的是太让我跌破眼镜了 除了从小孩到大人都非常受欢迎之外 让我最惊讶的是平常完全不看动漫的人都会去看 而且还会觉得很好看 那这是让我很意外的地方 因为我自己是属于喜欢看动画的人 但有很多人是没有兴趣的 没有习惯看动漫的 那我眼睁睁看着我身旁的 连那种人都会为之疯狂 我就觉得他怎么能够引起这样一股旋风 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日本也是认为他的这种受万人瞩目到爆炸红的 瞬间最大风数 完全超越了海贼王 那实际上我们看他发行的单行本 2019年的10月到2020年的10月 这一年间就发行了8800万本 那光是漫画单行本的版税就有38亿了 不只是版税 再加上周边商品的营业 很有可能 已经超越了50亿了 天哪 所以呢 这个是目前鬼滅之任是第一名的原因 但是鬼滅之任在2020年的5月18号的时候 总共以205画第23册单行本就完结片了 所以呢 今后就不会有新的单行本发售 而得到爆发型的版税收入 那这么一来 海贼王的作者之后 可能又会回到他的第一名的宝座上了 那大家听到漫画家的年兽有什么感想呢 觉得是多还是少 有没有让你意外的排名 你心目中的人有在这12名中吗 那我的话呢 不管再赚怎么多 我是不会想要当漫画家的 因为你不管再赚怎么多钱 我觉得没时间花钱耶 你每天为了赶连载 面对书桌 真的是太可怕了 真的是把生命都奉献在你的笔和纸上面 像宫崎骏也是 所以真的是很由衷的感激这些辛苦的漫画家们 用了他们的一生一辈子 带给我们这些很美好的作品 引发审视的作品 带给我们许多的感动 那有其他没在榜上推荐的动漫 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觉得影片有趣的话 也麻烦帮我按赞留言分享哦 也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才会有通知 那你的鼓励是我们很大的动力 也会想要继续提高影片品质 那我们还有每天用中日文 在Facebook Instagram上面 分享资讯也欢迎追踪 那我还有专门日文教学的IG哦 那也有其他的类别影片也欢迎看看 那我们下集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这样的考量 所以并不是人气高 并不是人气高的漫画 新劇的巨人 建商创 好像有点台湾过瘾 爱的 cleared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